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分昼夜 全年无休 弘法足迹遍及全球120多个国家与地区 令无数众生破迷开悟 改变命运 真正实现佛法人间化 心灵法门令众生消灾离苦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全世界 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尊宏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一迎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获得意大利西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著名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 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 马来西亚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殊荣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 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尊宏台长还荣誉入选 2014中国人物年鉴 并于2015年9月 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 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2018年5月 卢台长在英国上议院 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 世界杰出慈善大使 今年5月应邀出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魏赛节庆典 并做主题发言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 卢君洪台长 心系欧洲佛友 继殊胜的法国大法会之后 来到荷兰与大家结缘 使观世音菩萨慈悲之光 普度有缘 今日我们有缘相聚于此 共沾伐喜 共慕佛光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 殊胜因缘 感恩卢君洪台长 忘我无畏 普度有缘 也特别感恩来自欧洲 及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和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优优独播剧场 离苦得乐念心经 慈行普度众生行 慈悲喜舍观世音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各位嘉宾 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荷兰呢 拥有高雅辉煌的文化艺术 和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们在戏剧会画和音乐 文学等方面 享有世界的卓越的成就 被称为艺术之都 又被誉为玉京香的鲜花之国 台长很高兴 第一次来到荷兰 弘扬佛教精髓 传承中华文化 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 为有缘众生 启迪智慧 净化心灵 用我们佛法的般若智慧 来改变命运 化解烦恼 利益社会 福泽后世 当今社会 人们受到了心理和生理上的疾病的双重折磨 医学家表示 心血管的疾病 癌症 还有艾滋病 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的主要死因 艾滋病已经导致超过三千五百万人的死亡 全世界每天都有三千人自杀 在荷兰的年轻人当中 自杀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平均每天就有五人自杀身亡 今年五月 马来西亚一名十六岁的女孩 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投票 她写道 所有的网友们 我现在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去死 请你们大家在这个网络上给我投票 结果居然有69%的人选择了 是你应该去死 然后他就自杀了 荷兰2002年将安乐死合法化之后 每年选择安乐死的人数 激增 其中应患精神疾病 而选择结束生命的人数 更是接连翻翻 每年均有几千人安乐死 甚至有的人受到洁癖的困扰的妇女 也想安乐死 人生短短几十年 我们一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对人间物质名利的贪着 只会造成心灵的伤害 佛法让我们明白 人生的真谛 看破放下 才能走出心灵的牢绒 获得智慧的解脱呀 天灾人祸不断 在联合国所发布的一份风险报告中称 荷兰因为地势低 在欧洲会被面临海水倒灌的风险 是全欧洲最有可能会发生自然灾害的国家 在今年六月 英国一名53岁的男子叫Polo 他承认杀害了刚刚出生的孩子 因为他认为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他感到非常的沮丧 一时的冲动 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他将面临着牢狱之灾 人因为不明白而产生烦恼 忌妇 Reporter 撑恼 失去理智 造成终生的遗憾 说澳洲今年流感大爆发 上半年已经有四万人感染了流感 今年预计有四千人会死于流感 佛告诉我们 人活在世界上生死无常 我们对人间的一切要随缘放下 不要因为妄想执着 在红尘中生死轮回不得解脱 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的慈悲大爱 照亮着我们的心田 为众生所想换为思考 它能够化解人间的争斗 用佛陀的智慧找回迷失的本性 让我们终生受益离苦得乐 美国亚拉巴马州 莱姆斯通县的埃尔蒙克镇 发生了枪击案 一名14岁的少年 他居然枪杀了自己的五名家人 经警方确认 遇害者分别是 这名少年38岁的父亲 34岁的继母 6岁和6个月大的两个弟弟 以及5岁大的妹妹 这就是因为继母不懂得怎么样 和年轻一代沟通 长期的恨造成了惨案 记住了 也是一点一滴累积的 我们的人的心里 不能容忍一点点肮脏的东西 长此以往 你一定会做出一些 伤害别人的事情 大宗马曾经讲过 最难理解的是别人 但是最最难理解的是自己 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 掉进烦恼的漩涡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 肮脏的业障 思维上一点点的杂念 都不能有 学佛高僧大德的优秀品质 境界是自我提升的 学佛人要给自己定一个时间表 保持自己的正念 我每天动了多少不好的念头 每天动了多少善良的念头 少攀缘要拥有自己的本性 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来人间干什么的 你失去的时间 怎么能够把他补回来呢 人不珍惜是最苦的 我们每一个人想做一个善良的人 想修成菩萨的心 要记住几个基本要点 第一 菩萨是不见人过 菩萨永远看不见别人的过失和错误 第二 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每个人天天的去做 一定会有收获 第三 无心 无心就是说 你的心不要去恨别人 没有烦恼 没有障碍 菩萨并不是真正的无心 而是以众生之心为己心 众生的心就是菩萨的心 所以要用真正的慈悲心 去原谅别人 包容别人 这个社会 哪有残酷的争斗 所以希望 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 在单位 在家庭 要对自己的亲人 对下属 对你的朋友都要好 用人 用人间菩萨的智慧 解脱一切烦恼 这就叫解脱道 有一只蜗牛 总是对一只青蛙 很有成见 有一天 忍耐许久的青蛙 终于熬不住 问蜗牛 蜗牛先生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所以你总是这么讨厌我 蜗牛说 你们有四条腿可以跳来跳去 我却必须背负着我沉重的壳 贴在地面上爬行 所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青蛙说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你只是看见我们的快乐 你没有看见我们的痛苦而已 这时候 正好有一只巨大的老鹰 突然来袭 蜗牛迅速地躲进壳里 而青蛙却被一口吃掉了 这个典故告诉我们人生的哲理 你接受你自己的生活 不要去跟别人比较 羡慕别人 常常会给我们自己带来更多的痛苦 但是想想自己拥有的 将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感恩和幸福啊 在美国有两个歌舞剧的演员在谈话 有一个演员说 我初次登台就得到了许多钱 我让我妻子开了一个卖花的店 还有一个就比较阳光一点的演员说 我比你强 我初次登台 观众就送给了我一幢房子 我不信 是给了 肯定给了 当然 他们每人只给了我一块砖头 懂得知足 那些懂得知足的人 像一生买了保险一样 他们在人间 不管受挫折多少回 人将朝着人间的希望前进 即使在失忆之后 他们也会坚持勇敢地 继续努力地去尝试 我们应该祝福和相信他们 因为他们有愿力 他们有个信念 经常在心中说 我早就知道 我一定能办到的 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 我们心中要有个愿力 我早知道 我一定会成佛的 每一个人手中 其实都有一把快乐的钥匙 但是我们总是不知不觉地 把它交给别人来掌管 一个母亲在家里非常高兴地 哼着小调在做菜做饭 开心得不得了 因为她今天家里发生了很多好事情 但是孩子一回来 给她看到了成绩 母亲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忧伤和难过 这就是你的快乐被孩子所掌握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明媚的春天 我们总是在无意间 让它变成了心中的冬天 其实人生就是一次感恩的旅程 要为爱要感恩 为恨也要感恩 要感恩朋友感恩你的对手 爱让你感动 恨令你学会忏悔 朋友能够加持你的信心 对手能够磨练你的意志 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在世界上 你就懂得了谦卑慈爱 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带人处事 你才有高尚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 我们的人一生就像坐上一列火车一样 我们这辆火车是有起点站 但是它是没有终点站 因为当你坐在这个火车上 所有的人上上下下 只是你这一生的一个原本 我们真正的终点站是在天上 而有些人则选择了地下 希望我们要懂得 这个世界没有欠我们什么 而是我们却欠着整个的世界 金恒宜是中国近代的著名的教育家 在1920年 金恒宜在浙江的上渝 创办了春辉中学 并担任了校长 有一天 一个同学满脸愁容地跑到金恒宜的面前 诉说着自己的苦恼 他说自己已经尽力在用功读书了 可是成绩却好不起来 金恒宜笑了笑 问 那么你到底是怎么尽力的呢 我每天都是最早到学校的 而且 我每一节课 我都听得非常认真 做笔记 非常的仔细 每天放学后 我都会立刻做作业 金恒宜点点头又问 我考你一道题 有一只野狗 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 腿部受伤的兔子 野狗连忙去追这只兔子 可是兔子却被它跑掉了 你知道这只受伤的兔子 为什么会跑掉吗 那个同学想了想说 一定是这只兔子离什么洞特别近 金恒宜一听就笑了 哈哈 你这个同学 你知道吗 你这种解释法 可能有一些道理 但真正的原因在于 野狗只是尽力去追 兔子是尽全力在逃 因为野狗如果追不到兔子 最多是挨一顿恶 但是兔子 它如果被野狗追上了 它的命就没有了 所以不是你不用工 而是你没有尽全力 我们很多人在人生当中 经常怪这个社会 怪这个家庭 怪别人 其实没有尽全力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父亲 母亲或者老板的职责 或者你没有和别人尽全力的去帮助 所以你得不到别人最忠诚对你的回报 台长告诉大家 人活在世界上 有三样东西 那是无法挽留的 那就是生命 时间和爱 你想挽留 它却离你越来越远 人的一生当中 有三样东西 那是不该回忆的 那就是灾难 死亡和爱 你越回忆 却越苦不堪言 只有给你带来疼痛 没有任何的益处 人 有三样东西 那是无法隐瞒的 那就是咳嗽 贫穷和爱 你想隐瞒 却显示出你的生命的短处 人 有三样东西 最不该挥霍的 第一是身体 第二是金钱 第三是爱 你想挥霍 你一定得不偿失 因为这三样东西 身体 金钱和爱 没有一件 是经得起 你的折腾的 有一个农场主人 每天叫他的孩子 在农场上 辛勤地工作 朋友对他说 哎 老兄 你根本不需要让孩子这么辛苦 你看 你的农作物长得很好 你可以顾别人来做吗 农场主跟他的朋友说 我不是在培养农作物 我是在培养我自己的孩子 原来 培养孩子很简单 要让他们学会吃苦就可以了 所以在人间 能够懂得吃苦的人 才会懂得什么叫知足 能够懂得付出的人 才会懂得什么叫幸福 所以苦才会让别人做得更加的好 我们学佛做人 把那些复杂的事情简单的做 简单的事情要认真做 这就是人间成功的奥秘呀 我们生命的意义 不在于获得 一个人想获得一些生命和事物并不难 难的在于放下 只有放下一棵种子 你才会收获到一棵大树 只有放下你的烦恼 你才能收获一片智慧 只有放下你的偏见 你才能收获到所有人对你的爱 那才叫收获幸福啊 只有放下我们心中每一份执着 你才能收获自己的自在 当你放下足够多的时候 你就犹如脱钩的鱼 出锈的云 自由的鸟 你的心中会心无挂碍 无挂碍 故来去自如 找回本源 台长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看图腾 在联谊会回答 听众的时候 一个亡人坐轮椅 曾经延寿三年 台长过去看过他过世的公公在哪里 台长看出他亡人生前喝酒脾气很大 长脸 眼袋是塌下去的 现在还在地府 他承认他公公的腿是不好 生前坐轮椅的 童修还反规说 公公刚得癌症的时候 台长看图腾说他 还有三个月的命 然后童修帮他放了一万条鱼 台长说他可以延寿两年 后来真的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候 公公去世了 这就是两三个礼拜之前 请大家听一下现场录音 谢谢大家 感恩师傅 我的公公三周前去世了 可以帮忙看看 叫什么名字啊 林熹中 不行啊 在地府啊 他活着的时候会喝酒 而且脾气很大 对对 长脸 眼袋这里塌下来的 对对对 清清楚楚 对对对 他现在不是很好 他现在在地府一个很破旧的地方 这个马路上都是石子 就像人家石子路一样的 他而且下去的时候脚都不好 是啊 他坐轮椅的 现在明白了吗 杨师傅 现在在下面也是脚不好啊 我反馈一下 因为他刚刚得癌症的时候 我有机会问过师傅 师傅说他三个月命 然后叫我放生 帮他严寿 我帮他放了一万条鱼 师傅说 你可以帮他两年两年 我问师傅的时候 是圣诞节过后 现在是刚好两年的三个月 感恩师傅 师傅很准 我告诉你们不要开玩笑 不信佛好了 你不信佛你自己损失 你信佛你就活下来了 感恩师傅 谢谢 从前有两位小和尚 一个姓黑 一个姓白 他们为了拜师学艺 做进一步的修炼 他们讨论 各自分开 去寻访名师 同时呢 他们也约定 十年后的今天 他们俩一定要再回到 分手的位置 渡船码头 不见不散 岁月如梭 十年一晃过去了 两人一约回到了 渡船码头见面 白和尚问黑和尚说 黑老大 你的功夫一定很精进啊 这十年里 你老兄练就了什么绝活呀 黑和尚很自豪的说 我拜了一位禅师 传人 练就了 芦苇渡江的无上功夫 现在 我就让你开开眼界 说完 立刻摘下一根芦苇草 丢入江中 他就乘着芦苇草 这么走过去 渡江了 哎呀 后来白和尚也跟着其他的人 坐着船渡了江 两个人刚一碰面 黑和尚非常得意的 向白和尚说 白老弟 你看怎么样啊 你老弟练的 这个无上的功夫怎么样 你学了什么功夫啊 也露一手 让我看一看 白和尚很不好意思的 私下看看 才低声说 我好像什么都没有练 师父教我每天只管 认真的吃饭 认真的睡觉 专心一意的当和尚 连敲钟念经 都让我很好的专一 万般事情 他教我努力去做 然后叫我一切随缘而行 师父说 这是无上的智能和心法 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黑和尚听了之后 哈哈哈哈大笑 这也算什么功夫啊 白老弟啊 你这辈子白混了 白和尚听了这话 露出不知可谱的表情 正经八百地问黑和尚 黑大哥 你还练了其他功夫吗 黑和尚很难自信的眼神 瞄着白和尚一眼 反问他说 老弟啊 难道我用了十年的时间 练了这样的神功 芦苇杜江树 还不算精进吗 白和尚挠了挠头 回答 黑大哥 你固然很厉害 可是我只付了 船铺三文钱 他就可以把我渡到江这里来 为什么你要花十年的时间 去练他 难道你十年功夫 就值三文钱吗 黑和尚当时就愣住了 哭上的脸 一下子不知道如何作答 但是他想一想 他突然之间灵赶来了 要是没有船呢 他高声地问 这时候轮到白和尚 雨塞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用的功夫 只是没有任何特长的人 不要狂妄自大 也不要妄自飞薄 应该珍惜自己 所拥有的一切 你有你的功夫 我有我的高境界的心态 以平和的心态 看待世界上 一切就是对自己 最好的修炼 学佛人心中要没有对别人的仇恨 在人间你去恨别人 但是被恨的人他没有痛苦 只有恨别人的人他自己很痛 而你去恨别人 而你去恨别人恨得自己遍体鳞伤啊 恨的是业障的根 烦的是痛苦的本啊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原本 缘分是一本书 这本书你如果翻得不经意 你会错过很多的善缘 但是你读得太认真 你又会常常的流泪 所以对缘分不要去和别人争斗 人间有一句话 不同傻子去争辩 否则你就搞不清谁是傻子了 能够学佛成功的人 不是成功在初始心 而是成功的人 他拥有一颗永恒之心啊 说有一个笑话 有一个老公 他出差回家 想给自己的老婆一个惊喜 到家开门之后 突然看见他老婆 慌慌张张的跑到卫生间去的 他感觉有什么事情瞒着他 他跑到卧室一看 惊见就是突然之间看见 他卧室的窗户 那是开着的 外面躲了一个男的 这个老公 这个老公气崩了 一把将这个男人从二十楼推了下去 五分钟之后 他的老婆从卫生间出来 跟老公说 老公 装空调的师傅呢 很多人在学佛当中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和思维 经常发飙 记住师父跟你们一句话 把脾气拿出来的 那是本能 如果你能够把脾气压下去的 那叫本事啊 不要去追求人间的明文立扬 靠着自己的思维战胜人间所谓的能力和荣誉 因为能力会消失 荣誉会没有 学会简单的事情重复的去做 那你就是专家 从不的事情用心的去做 那你就是专家的教授 学博人 庄严薄净土 外表帅气和美丽 称为气质 而内心的庄严 称为素质 内在的包容和涵养 就是你的修养啊 有一个父亲非常有智慧 晚饭之后 爸爸带着儿子到河边去散步 对岸灯火通明 而住在乡村的他们身后一片漆黑 儿子说了 爸爸 我们什么时候能住到对面去啊 爸爸 哈哈大笑说 对岸有什么好啊 他们只能看到一片黑暗 而我们在这里 却能看到对岸的一片光明啊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 心态决定你的一切 你有好的心态 你可以活在世界上像圣人 你没有好的心态 你活在世界上像一个鬼 所以一念魔一念佛 就在你一念当中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 才能天天进步 能够好好地放下自己的烦恼 你才会拥有人间的快乐呀 台长在节目当中呢 有一个人反应啊 他是一位同修没学佛之前呢 中瓦七五腺癌转移 没办法手术 全家都认为没救了 结果呢 学了心灵法门之后呢 总快缩小 争取到手术 但是他自己不努力 不肯许愿 后来复发转移 做了九次放疗 医生呢 就说你回家吧 就是没有办法了 等于判死刑了 他回家后 突然之间醒悟了 痛哭哀求观世音菩萨救他 第二天 他梦见了 台长师父的法身 当天他就许愿念 八百张小房子 好了之后 现身说法 并放生 每天精进念经 他在菩萨成道日 求了观世音菩萨 第二天一早醒来 腿有力了 上厕所 也不用扶板凳了 结果再次不查 居然一切指标正常 台长让你们听下 当时的录音 谢谢大家 师父好 首先第一次先分享 一个成功案例 同修中晚期乳癌转移 当时全家人都以为没救了 肿快大且无法手术 在绝望之际 有幸得闻心灵法门 开始念功课和小房子后 乳房肿快缩小 到争取到手术了 给了他一线希望 但前三个月 只许了吃全素 这个院 经念不动 也不怎么努力 也不肯许愿念多少 导致复发头顶骨转移 无奈只能去医院接受放疗 做到第九次后 身体状况不允许继续放疗 医生让他回家 基本等于判死刑了 他回家跪倒在佛台前 痛苦哀求观世音菩萨救他 卢台长救他 结果次早上五点 师父法神真的来了 他真的好感恩 没想到心灵法门这么灵业 师父托梦后 当天就许愿念八百张小房子 好了之后现身说法 并多放身 每天也精进念经 一天多时能念到十张左右 尽管如此 由于化疗的摧残 身体机能衰退 腿脚无力 如厕都要扶凳子 如此三四个月 每天痛苦不堪 在佛菩萨成道日 在此哭求菩萨救他 让他腿脚有力 能走出去现身说法 结果睡了一觉醒来 第二天早上如厕 居然忘了要拿凳子扶着了 就是睡了一觉 腿脚有力了 从此不用靠凳子了 随后再次复查 一切指标正常 同修感动的泪水长流 如同死刑犯被当场释放了 又活过来了 感恩师父 好 谢谢 谢谢 有一个寓言故事 说的有一个妇女出门呢 突然之间在她家门口 坐着三位白须 飘然的老者 坐在他们家门口 前院 农村嘛 这个妇人与他们呢 一看她不认识 她上前就跟他们打招呼说 哎 三位长者 我不认识你们呢 你们一定饿了 进屋吃点东西吧 你们家男主人在吗 哦 她出去了 她不在 我们就不进来了 老人们回答 晚上 她丈夫回家了 这个妇人就将遇到的事情 告诉了她的丈夫 快去告诉他们 我回来了 请他们进来吧 她丈夫也是个非常直爽的人 于是呢 这个妇人呢 出去邀请老人们进屋 老人们说 哦 这位妇人 我们不能一同进屋的 哦 那是为什么呀 一个老人指着一个同伴说 哦 他的名字叫财富 指着另一个同伴说 他的名字叫成功 我的名字叫爱 他接着说 你现在进去跟你先生商量一下 看你们家里需要我们当中的哪一个进来 这个夫人回到家里 赶快把这个老人的话告诉了她的丈夫 丈夫十分的惊喜啊 说 好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就邀请财富老人 让他进来 把我们的房子里装满的财富 妻子不同意说 亲爱的 为什么不邀请成功呢 儿媳妇在边上插嘴道 邀请成功 还不如邀请爱进来 不就更好了吗 我们家里会充满着爱呀 丈夫对妻子说 好 那么我们就听儿媳妇的吧 把爱邀请进来 这个夫人出门 问了三个老人 三位长者 你们当中 哪一位是爱呀 请进来我们家做客 这个爱的老人 起身从房子里走进去 没想到另外两位也跟在了后面 这位夫人感到非常的惊讶 就问财富和成功老人 我邀请的是爱的老人 你们两位怎么也跟进来了 老人们一同回答说 这个世界上哪里有爱 哪里就有财富和成功啊 我们人面对现在社会的成员 我们人付出的爱越来越少 我们人活在自私当中 整天为自己想 夫妻之间 丈夫为自己想 妻子为他自己想 所以才会个人想个人的 很多人不懂得讲随缘 其实原本就是要靠彼此的爱 才能延续的 所以随缘在佛法当中非常重要 随缘不是退缩 不是随波驻流 对于无法摆脱的苦乐静缘 我们应该学会放下 那才叫随缘而行 因为记住了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 当你随缘的时候 实际上 他就会把你的缘分转换 让你得到应该得到的幸福啊 我们人间的相貌地位 财富情爱 实际上都是我们拥有的 难得的因缘 但因缘记住了 那是一条十字路 有的时候靠我们用智慧来选择和引导 法国著名作家小钟马 没有成名前 他寄出的稿子总是碰壁 有一天 他的父亲大钟马对他说 啊 儿子啊 如果你在记稿的时候 后面复言说 你是大钟马的儿子 你就会好多了 小钟马却非常固执地说 不 我不想站在你的肩膀上 摘苹果 那样来的果实 没有味道 后来小钟马用别名寄出的茶花女出版之后 获得法国文坛的一致好评 一个成功者其实获得成功的方法很简单 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 有志者是进程 靠自己的才能 找准自己的目标 一定会有所成就 不要三心二意 否则就会遭致失败 我们学佛人只要认准了我们的佛道 一心一意地去 许愿放生念经 再远的路 努力地走下去 一定能够找到我们心中的佛性啊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有的时候真的很好玩 有的时候很多人呢 这个学佛人呢 要诚实 不懂就不要装懂 有一个笑话说邻居写了封信 向一个富翁借一头牛 那么信到的时候呢 富翁呢正在接待客人 过去古时候呢 都是由这个信差呢 送到他们家的 这个富翁呢 怕客人呢 知道他不诗字 那上面呢写了要借头牛 他呢假装的装模作样的看信 他因为不知道写什么 一边看 一边对送信人说 哦 知道了 一会儿我自己会过去的 我们都没听懂了 人家问他借头牛 他说一会儿我自己会过去 所以我们面对自己 不懂不要紧 可怕的是不懂装懂 我们人的一生的失误 就在于无名 因为无名会使自己烦恼 无名会让你产生业障 而痛苦自己 你就算还没有学佛 但是你做人要有底线 你可以做君子 但不能做小人 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善良 但别欺软怕硬 人要有骨气 可以有需求 但是不要贪心 遇到烦恼 可以想不通 但是不要忘记自己 还有智慧 红尘滚滚 看破放下 知音懂果 永断轮回 改变我们的心态 培养我们人相容的心智 所有的地方 工作家庭生活 都会是你的天堂 其实人的高低贵贱 都是自己选择的 一个人想人家看得起你 你就要做高贵的事情 有一位木匠砍了一棵树 把他做了三个木桶 一个装垃圾 就叫垃圾桶 所有人都嫌他臭 躲着他 一个装了水 那叫水桶 众人都在用着 一个装着酒 那叫酒桶 众人都品尝着 这个木桶是一样的 因为装的东西 不同的命运 就造成了 它不同的结果 我们人生也是如此 同样我们都是人 我们有的人心中 装的是别人 装的是爱 装的是慈悲 我们受别人的尊敬 让别人看得起你 而有的人同样是人 他们心中装的邪恶 仇恨和嫉妒心 让别人看到你 就躲着你 认为你是一个坏人 所以有的人 心中装的别人 要爱护别人 众人可以接受他 爱护他 有的人心中 装的是菩萨 布施出 无限的慈悲 众生 爱戴他 同样是人 为什么待遇 不一样 这就是要看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愿意装什么了 有一群老中青男人 在喝酒 有一个人喝到后来突发奇想 他相约各自给老婆 发个短信 他就说 我们这里 男的老年人也有 中年人也有 青年人也有 我们这样好吧 每个人发个短信 给你们的老婆 写上 我爱你 你看看 各年龄段的女人的反应 结果呢 他们真的喝醉酒没事 喝酒没事就发了 结果没想到 反归回来的信息 真的不一样 我告诉你们 二十多岁的女人 回复 因为他的老公 发给他 我爱你 所以他回复是 我也爱你 三十多岁的女人 回复 你喝多了吧 四十多岁的女人 回复 你没有病吧 五十多岁的女人 回复 你发错人了吧 看回来 我怎么收拾你 六十多岁的女人 回复 退休了 闲得慌 是不是啊 快滚回家吧 七十来岁的女人 不回复 直接给儿子打电话 你爸 你爸 可能没几天了 赶快给他准备后事吧 大家还想听八十多岁的吗 八十多岁的女人 收到她老公写的 我爱你的信息之后 自言自语地说 哎 今天一定是她忘了吃老年痴呆症的病的药了 我们心中有什么就会说什么 年龄就是你的天时 饭店就是他们的地利 男人女人相互的理解就是人和 所以做一个人要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我们学博人要顺应自然 随顺应缘 才能知音懂果的修行 才能在人间立于不败之地呀 这个现在的人呢 这个心眼特别小啊 有一个气量很小 心机很重的阿婆 她很爱她的儿子 她知道儿子有个女朋友 哎呀 她很不开心 因为这个女朋友呢 长得很好 她儿子呢 完全把爱给 给了这个女朋友了 对妈妈都不是很孝顺的 这个阿婆呢 非常厉害 她就很不开心 这个女朋友呢 半年前呢 第一次呢 就跟男朋友呢 到了她家了 结果未来的婆婆呢 就表示了 反对 不要这个女的 男朋友呢 就她的儿子呢 坚持 妈妈你不同意 我也要她 我一定要跟她在一起 未来婆婆一看没办法 那好吧 你自己决定吧 从此以后啊 没想到 未来的婆婆啊 居然三天两头 要她 要她 这个女朋友啊 到她们家去吃饭 每次都是大鱼大肉 海生鲍鱼的 哎呦 对她这个未来的媳妇啊 热情极了 没想到 这个未来的媳妇啊 特别开心啊 结果呢 她心想 嗯 婆婆终于接纳了我了 让我可以成为她儿子的朋友了 半年吃下来 当男朋友要和这个180斤的她分手的时候 她才明白了 未来的婆婆原来心机有多重啊 你们听得懂吗 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 半年吃下来 这个未来的婆婆把这个媳妇吃得胖得那这样 她儿子还会要她吗 所以每个人因为立场不同 所以处境不同 所以很难了解对方的感受 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 能够用慈悲心和包容心去承权别人 其实就是承权自己啊 一个文学的青年给马克托文写信说 听说马克托文先生 您成为这么大一个作家 听说鱼骨头里含有大量的灵智 而灵智呢有助于补脑子 那么要成为一个举世文明的大作家 是不是就必须吃很多的鱼才行啊 请问您是否也吃过很多的鱼 请问你吃的是哪种鱼啊 那个马克托文就回信说 看来像你这种脑子 要吃一对鲸鱼才行 成功的路上 没有一条捷径可以走 一个人从现象当中 就能得知自己怎么解脱的人 其实只是一种现象 我们每个学博的人 只有从自己的一点一滴 每天的一段经文 一个善事一种善念开始 他才能真正懂得 学博是靠着努力得来的 而不是靠着一种现象和一种侥幸 想想自己经历的 每一个人的苦难的历程 我们就是知道 要了解自己 要慢慢的改变 我们每一个人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多少为人不知的伤感和苦处 其实换位思考 想想别人 同样跟你一样 在人生的道路上 经历了风风雨雨 所以能够体谅别人的人 就是有智慧 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就是有般若 能够带着别人一起 好好学佛修心的人 这个人就是人间菩萨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今天最后跟大家讲两个笑话 因为台长红发 最后总喜欢讲两个笑话 第一个笑话 是说有一个老王 肚子痛得非常的厉害 他就去医院看病 因为经常肚子痛 大夫呢 给他一番检查之后呢 就在他的诊断书上 开始写东西了 老王上前一看 只见医生写了胃癌两个字 他立刻就昏过去了 医生连忙对老王进行抢救 折腾了半天 总算把他弄醒了 老王绝望地问医生 医生啊 我这个胃癌是早期还是晚期啊 这个医生说 哎你这个人也是太着急了 我还没写完报告呢 你看看 他把诊断书拿给老王看 只见上面写着 胃癌可以排除 笑得不是太厉害 所以我下一个一定要让你们笑 说有一个人说 小时候每当他伤风感冒的时候 他母亲呢 都会为他冲一杯咖啡 他温柔地说 他妈妈温柔地对孩子说 哎孩子啊 赶快喝咖啡吧 外国人都这么喝的 可是他总是害怕咖啡的味道 因为他喝的咖啡 甜酸苦涩交错 他觉得人生也是如此 现在他长大了 他走遍了两岸 走到上岛啊 星巴克啊 到很有名的咖啡馆 都喝不到小时候喝的 那个牌子了 但是呢 他还依稀地记得 有一个很洋气的名字 他小时候喝的咖啡 叫板兰根 所以我们学佛人 一定要发喜充满 我们学佛人不谈放弃 我们要学会放下 每一个人都有苦恼 苦恼过了 就会有未来开始 所以要努力 每个人要活在佛的境界当中 你的人生会赢得更加幸福美满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人生啊 真的要选择开心 因为一个人选择了痛苦 你就一辈子痛苦 选择了发喜 你就一辈子的幸福 谢谢大家 我们再次热烈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 关系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洪台长 我们再次热烈掌声 感恩大悲 相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